世界上被廣泛使用的汉字 究竟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 一起跟着汉仔去认识汉字的变化吧 走 汉字说故事 The 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哈喽 汉仔 嗨 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字呢 汉仔 咦 树林 汉仔想要去探险吗 汉仔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高大的树木 原来是个木字啊 甲骨文的木字就像一棵树木 中间是树干 往上伸的是树枝 往下的是树根 汉仔 甲骨文 是三千多年前 刻在龟甲 瘦骨上的文字 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使用的文字 之后随着时代演进 使用字体有所不同 这是木的经文 小转 小转 历书 凯书 木还可以有这样的联想 两棵树木并排在一起 就成了林字 一个人靠在树木旁 就是休息的修字 两个木就是林 如果很多树木的话 就变成森了 文字真的好有趣哦 谢谢汉仔 我们下次见 大家好 我是林洋哥哥 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喜欢的话请按下订阅键 如果想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 请看这边